大家好 我是米朗 大家好 我是士凯 假设你今天有三万多块的预算 那你有大概十天左右的假期 如果你想找一个地方去玩 你可能心里会浮现什么样的想法呢 可能很多人会想那就去日本或是泰国 一些比较偏亚洲的地方 但是今天我们想分享的是 假设你有这样的预算 那假设你有这样的假期 或者你可以考虑一下波兰哦 很多人觉得一想到欧洲就会觉得去日本玩很贵 但是其实如果你到波兰玩 并不用这么贵 今天我们就想来跟你分享一下 来波兰玩到底要多少预算 我们会有两个预算 我们会先算比较便宜的玩法 第二个比较舒服的方法 对 那所以你可以参考看看 下一次旅行 要不要把波兰列为是优先选项咯 好 那我们来看看吧 首先出国到一个地方玩的话 第一个要花的钱大概就是机票了 就我们的经验来讲 如果你想要便宜一点的选择的话 你可以选择AirChina 就是中国国际航空 它从台湾到波兰就是华沙 来回机票的话 大概是2万以内 对 当然也跟它的季节有关系 但我们之前买的都是在2万块以内的 那为了计算方便 这次我们就算2万块好了 有贵一点的呢 可能可以搭Emirates也很方便 对 如果你想要舒服一点 然后飞机上可以看比较多电影 食物稍微精致一点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Emirates 就是阿莲油 那阿莲油的价格大概落在3万左右 可能是3万多或是甚至更贵 要看季节 对 它可能忘记的话 可能会到4万或是更多 所以也是看你的运气啦 不过我们这次为了计算方便 也是算3万块好了 好 下一个是住宿 对 住宿也是我们旅行上 可能会花比较多费用的一个部分 对啦 也有便宜的玩法 那你可以选那种 可能几个人会住一个房间的那种hostel hostel 对 对 那个我觉得300 可能400以上就有 所以台币400 你就可以住在一个还不错的hostel 但是你会跟别人一起share一个房间 是 对 那这算是比较省钱的玩法 那假设说你想住的舒服一点 在一个还算不错的饭店的话 其实也没有那么贵喔 大概以波兰华山来讲的话 你在1500到2000左右 你就可以住到一个可能三星级 然后里面很舒服 然后也算是交通很方便的一个饭店 所以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就算2000块好了 是 舒服的玩法 对 舒服的玩法 一天一个晚上2000块的住宿费 是 那下一个是食物吧 对 食物也是一个大家可能会花费比较多的地方 对 最便宜的当然 如果你要吃当地的食物 不是什么快餐这样 不是 最便宜的是牛奶吧 你可以看看我们之前介绍的牛奶吧 对 在牛奶吧你可以吃到当地的食物 那花费也是非常的划算 一餐大概要多少钱呢 如果你吃那种沙拉汤 竹餐 还有一个饮料 我觉得200博币以内吧 一餐大概200台币 但你一天不会只是正餐 你可能会吃一些点心 还有早餐什么冰淇淋 对 这种小东西 所以加一加比较省钱的玩法 我们可以算一天700 一天700台币是比较舒服省钱的玩法 那如果说你要玩得更稍微奢华一点的话 你大概抓到一天1000台币吧 是 我觉得你就可以真的是每餐都吃得很饱 然后什么想吃的都可以吃一吃 对 还买一些零食 那下一个你可能花费比较多的部分 就是交通费了 是 我觉得十天内 当然你可以住在一个城市 但是你也可以玩至少三个城市 我们先这样算 那从每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我觉得平均我们可以算100博币的火车票 大概 所以如果你玩三个城市的话 这样加一加再平均十天 一天的交通费大概是 那个城市的交通可能再加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平均我们可以算一天400台币 所以这样是平均下来 当然它是很弹性的 但我们就抓一个平均 一天400那10天大概是4000 所以交通的部分我们就抓4000好了 那基本上交通不会有什么比较省钱 或比较贵的玩法 因为都大同小异 当然可以搭可运 可运最便宜 但是可能时间也会比较长 如果你只有10天 还是建议你搭火车比较快 那剩下的是门票 这里最便宜的玩法是 不然每个博物馆 它一个星期有一天是免费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很省钱 你可以刚好抓到那个免费的一天 对免费开放的日子 那如果想知道免费开放日子是哪一天 可以参考我们写的旅游书 我们都写在上面了 但是当然只有10天的旅行时间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 有时候要付钱进去 对你很难说 就是这10天每天都是免费的 所以一定还是会花到一点钱 那我们大概估算一下 一天的门票费大概会是多少 我觉得可以在300台币以内 差不多 这也是平均的 可能某一天会高一点 某一天会低一点 但我们就做到300 好 所以这样大概就是3000块 当然还可以加 比如2000-3000台币算是那种 可能如果你想比如几名芯片 买一些纪念品 还可以加一点点那种钱 那假设说你要一个比较省钱 比较背包客 省钱的玩法的话 那你大概准备个3万多块 3万8到4万 基本上也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手头上有这样的预算 3万多 然后你有10天的假期 你真的可以考虑来波兰旅行哦 其实跟你去日本 我相信没有差到那么多啦 比较贵的玩法的话 也不是最贵的 只是我们刚算的比较舒服的玩法 大概是6万8到7万左右 基本上你就可以来一个非常舒服的波兰之旅了 那当然就是你要玩的更贵 也是有更贵的玩法 你要玩的更便宜 还是有更便宜的玩法 所以我们也听说有人什么 2-3万就可以玩波兰的 这个也是有听说过 所以来欧洲旅行很贵 这是一个密室 是的 假设你规划来波兰的话 不用花到这么多钱哦 是波兰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所以如果你下一趟旅行 考虑来波兰的话 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写的旅游书哦 好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见吧 到最后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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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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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